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们在学习疾病发生发展的同时 要最先了解我们正常人体的形态 那么人体解剖学要论它的地位 它在医学的课程中处于一个非常基础的课程 每个医学生要想成为一个医生 甚至了解一些相关的医学知识 都要学习人体解剖学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程 我们在学习医学所有的课程中 那么人体解剖学里的名词 大约占我们医学课程中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所以大家想象一下 人体解剖学里面有相当多的基础内容 需要我们来学习 下面我再给大家说一下 人体解剖学的分科 人体解剖学的分科 如果大致上来分应该包括两部分 一部分叫巨式解剖学 巨式就是我们用右眼能够看到的 那么这些形态结构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微观解剖学 微观解剖学就是我们要借助一些仪器 比如说显微镜 包括一般的光镜 还有一些电镜 当然电镜还包括透色电镜 扫描电镜等等 这些观察详细的组织 人里面的细胞的结构形态 这样的科学 那么还包括有培胎学 还有包括细胞学等等 那么我们在巨式解剖学 这个课程在学习过程中 主要包括有系统解剖学 还有局部解剖学 还有外科解剖学 还有X线解剖学 比如说还有断面解剖学 还有表面解剖学等等 那么实际除此之外 亥以爱生除很多的解剖学的学科 那么我们从现在开始的这个木课里面 最主要给大家按照系统解剖学 来讲述人体的形态结构 那么什么叫系统解剖学呢 那就是我们在讲述解剖学结构的过程中 按照人的系统来讲述人体各个系统的器官 它的解剖学结构 这样的科学呢 就是系统解剖学呢 那么我们除了在学习系统解剖学的过程中呢 医学生呢 可能以后还会学到局部解剖学啊 如果呢 今后做个外科医生呢 还要更详细的学一些外科的解剖学 还有呢 如果呢 作为一个放车线科的大夫 那么还要学一些X线解剖学啊 也可以叫放车线解剖学 然后呢 在学放车线的解剖学的过程中呢 大家呢 可能还会要了解这个断面解剖学 由于现在的科学技术 比如说CT MRI 这个各个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 断面解剖学也是飞速的发展 那么除此之外 还有表面解剖学 比如说我们在做医学美容啊 整形 等各方面的这个工作中 也需要了解表面的结构啊 那下面我们说一下呢 解剖学的发展 那么发展史呢 首先我们看看国外的医学的发展史 那么国外呢 对于解剖学的发展史呢 在古代 古希腊呢 为我们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大家知道这个名字是西伯克拉底 西伯克拉底呢 最早呢 对人体的结构有一些技术啊 那么还有呢 盖伦啊 这都是希腊的古科学家啊 那么包括这个西伯克拉底还是个思想家啊 哲学家等等啊 那么在近代唯一复兴时期呢 比如说这有意大利的这个达芬奇啊 那么达芬奇能够做画做得那么漂亮 那么说明他呢 对人体的结构啊 也有一个充分的了解啊 那么还有这个比利时的维萨利欧斯啊 还有英国的这个做达尔文 做生物进化论的达尔文啊 他们都对解剖学呢 有深入的研究啊 这个呢 大家可以 如果有兴趣 可以看看我们的解剖学的发展史 这样的一本书 除此之外呢 我对于对于我们学习解剖学的人士来说 那么现在对于解剖学非常重要的一本书呢 叫格式解剖学 也叫Grey's Anatomy 那么这个格式解剖学呢 主要是由两个人来完成的 一个叫亨利Grey 一个叫呢 也叫亨利Wanda Carter 这叫卡特啊 实际这本书呢 是由Grey 也叫格雷和卡特 两个人共同完成的啊 这个重点介绍一下 这格雷呢 他是一个英国的 圣乔治医学院的一个学生 二十几岁的时候 二十八岁的时候吧 那么他就对这个觉得呢 我们做一个医学生 应该了解人体的结构啊 特别是作为一个外科学的医生啊 所以呢 他就立志啊 要把我们人体的这些结构 详细的技术下来 然后他就和这个卡特呢 两人一起呢 商量呢 然后编入了一本 这个人体解剖学啊 这么一本书啊 后来呢 我们都给他起名叫 Grey's Anatomy 所以这个人呢 这个Grey's Anatomy呢 现在已经出版大约有四十多版 那么他们 他这本书一直是我们医学生 学习解剖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啊 包括我们现在的临床医生啊 如果了解解剖学的知识 了解前沿的知识 很多呢 都要翻一翻这个Grey's Anatomy 那么除了国外呢 我们国内呢 解剖学呢 也有一定的发展 那么在古代呢 我们有解剖学的技术 那个比较少 那么近代呢 最开始有解剖学的教学呢 主要在北洋时期 有北洋医学堂啊 那这里面呢 我们给大家讲一下我们学校 中国医科大学 那中国医科大学呢 这个解剖学Grey's是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啊 因为我们学校在过去解剖学的教学过程中 也取得了非常辉煌的成绩 那么中国的几乎所有的院校都知道 我们中国医科大学 除了人体解剖学图谱 包括挂图啊 另外呢 我们中国医科大学除了很多的全国知名的解剖学专家 比如说老一代的何维为教授 于平教授 李吉教授 高斯莲教授 那么包括我们近代的 现在还精力十足 比如建内的百树林教授 李永利教授 方秀斌教授等等 都是我们中国医科大学解剖学教授出来的一些优秀的解剖学专家 他们现在还奋斗在我们解剖学的事业上 那么下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解剖学的人体的分布 人体的分布呢 人体的分布呢 大约有十个局部 十个局部 这十个局部呢 包括有头部 颈部 胸部 腹部 背部 盆会音部 和上下肢 那这样合起来呢 有十个部分 十个部分 比如说头 颈 胸 腹 盆 背 这是六个部分 那上下肢呢 包括两个上肢 两个下肢 所以是十个局部 那么我们下面说一下构成 人体的构成呢 最基本的单位应该是细胞 那细胞和细胞间质呢 合在一起就形成一定的组织 这个组织呢 我们在中学的时候已经学过 人体的组织大致分成四类 有上肢组织 解体组织 肌肉组织和神经组织 那么由不同的组织呢 构成一定功能的器官 构成一定的功能的器官 那么具有相近或者相似的功能的这些器官 连在一起完成一定的功能 这就形成一个系统 那么我们人体的系统呢 大致有十个系统 这十个系统包括有运动系统 运动系统呢 里面包括有骨 关节 还有肌肉 那么还有内脏系统 内脏系统这里面呢 是四个系统 包括有消化系统 有呼吸系统 有泌尿系统 和生殖系统 那么除此之外呢 还有脉管系统 脉管系统呢 包括有心臭管系统和淋巴系统 还有感觉器 还有感觉器 包括我们的士气呀 前庭窝气呀 等等 就是传导视觉 听觉 还有平衡觉 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些其他的 比如说味觉啊 嗅觉啊 等等 都属于感觉器的那种 那么还有呢 调节我们这么些系统的 活动的一个很重要的系统 那就是神经系统 那么除了神经系统呢 还有一个内分泌系统 内分泌系统 同样是调节我们 各个器官协调 功能活动的这么一个系统 除此呢 还有免疫系统 那么这些系统呢 比如说我们用图来代表呢 比如说这有主要讲这个表皮啊 这个呢 主要是指运动系统 肌肉的啊 这个呢 是骨骼 这是神经系统啊 这是内分泌系统啊 这是循环系统啊 那么还有呢 淋巴系统啊 这是呼吸系统 这是消化系统 那这是咪闹系统 最后这是男女生子系统 下面呢 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解剖学知识啊 解剖学知识就是我们在学习解剖学的过程中 我们要有一定的知识来代表我们的方位啊 这个解剖学的知识呢 我们呢 正常 我们站立的时候是脚分开60度啊 双手垂在两侧的裤线啊 头四前方啊 那么这是我们正常的站立的知识 那么在解剖学的知识过知识呢 什么是解剖学的知识呢 解剖学的知识是我们下肢两脚是并拢的 并拢向前 然后呢 手掌呢 是向前的啊 手掌是向前的啊 所以手掌是这样的 向前啊 这个是我们解剖学的知识 那么由于这个知识呢 我们才能分清这个内外前后啊 上下啊 这些方位啊 所以这个是我们正常的解剖学的知识 这个解剖学的知识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站立的知识是不一样的啊 下面我们讲一下方位术语啊 方位术语就是在我们学解剖学知识的过程中 需要一些方位性的术语啊 比如说上下 那上呢 主要就是指靠近卢侧的啊 下呢 主要是靠近尾侧的 就尾五这一侧的啊 那么有前后 前呢 也叫辅侧啊 后呢 也叫背侧 那这是前啊 这是后啊 后 背侧啊 那么有内外 这个比如说我们 上下 上下子 手掌靠前的时候 那这一侧是内侧 这一侧呢 就是外侧啊 就是靠近中线的 就属于内侧啊 远离中线的 就属于外侧啊 那么同样呢 有内外啊 有内外啊 内外呢 一般呢 主要是指呢 这个器官啊 有靠内侧的啊 有靠外侧的啊 靠表面的就是内外侧 靠深目的就是内侧啊 还有呢 深浅啊 深浅 就是主要呢 比如说一些肌肉啊 啊 它呢 排列有在浅层的 有在深层的啊 所以有浅有深 那么在我们四肢技术一些解剖学结构的过程中呢 还有近侧 远侧 此侧 饶侧 近侧 斐侧 近侧 远侧呢 近侧就是靠近我们中轴 中间这个部位呢 就是属于近侧 比如说我的上侧啊 这边呢 这边呢 就属于近侧 那这边呢 就属于远侧啊 那么此侧和饶侧呢 主要指上侧啊 上侧呢 由于我们上侧的前臂 内侧呢 这是 此 有此骨 所以我们叫此侧 外侧呢 有饶骨 我们就叫饶侧啊 饶侧 那近侧和斐侧呢 主要是指下侧 我们在下侧呢 因为有近骨和斐骨啊 所以内侧呢 有近骨就叫近侧 外侧呢 有肥骨就叫斐侧 下面我们再讲一下人体的轴和面 我们在讲述人体这个结构的时候 由于我们人体是一个立体的结构啊 如果按照空间来说是个三地 就是三维的空间啊 三维空间呢 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可以看到有三个面啊 一个呢 叫冠状面 一个叫丝状面 一个叫水平面啊 那么这三个面呢 是怎么来设定呢 那么我们如果人体呢 大家学过数学啊 立体几何 有XYJ轴啊 这三个轴啊 这三个轴呢 形成三个面啊 三个面 那么这个XYJ轴呢 如果在引体啊 在引体 比如说我们前后这个方向啊 前后这个方向啊 这个轴呢 我们就管叫丝状轴 丝状轴啊 前后的方向啊 那左右这个方向呢 这个轴呢 我们就管叫冠状轴啊 冠状轴啊 有丝状轴 有冠状轴 那上下这个轴呢 我们就管叫垂直轴啊 垂直轴啊 那么按照这三个轴呢 我们做不同的平面 如果按照丝状轴 做这个平面 那就相当于这个R 就是丝状面啊 丝状面 按照丝状轴的方向 做个切面啊 如果按照灌状轴 我们做一个切面 那就是灌状面 也可以叫额状面啊 那么 还有呢 水平切 这样呢 水平啊 垂直于垂直轴啊 各垂直轴像垂直的 那这么我们做个切面呢 我们就叫横断面 也叫水平面啊 水平面啊 所以由这三个面啊 构成 那么轴呢 有灌状轴 丝状轴和垂直轴 面呢 有灌状面 丝状面和水平面啊 我们看这个图呢 这个呢 就是一个丝状 断面的一个人体的标本啊 因为这是前后 是这样 前后切的啊 那么这个是一个丝状面啊 这个呢 就相当于一个水平面啊 这是胸部的一个水平面啊 这是一个腹部的一个水平面啊 像这样的断面呢 我们在学做面解剖学的知识的过程中呢 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标本 那么这一小节呢 我重点给大家讲了 什么叫人体解剖学和系统解剖学啊 这两个定义啊 另外在学习解剖学的过程中呢 我们要知道分成十个部分 那十个系统啊 另外呢 讲了一下器官还有系统 这么一个定义 那么在学习解剖学的知识的过程中呢 大家还要了解人体的轴 三个轴和三个面 好 谢谢大家